民国70年代 台湾刚解研 那个时候想要出国旅游 仍然是困难重重 而当年台视邀请到了节目制作人 江吉雄合作 推出国内首档旅游节目 世界真奇妙 并且采用海选的方式 挑选出两位素人主持人 他们就是柯志恩还有梁吕珠 当年观众不用出国 透过台视的镜头 跟着他们知性又活泼的主持风格 就能够环游世界增广见闻 世界真奇妙播出的隔年 两个人也为台视拿下了第一座金钟奖 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柯志恩后来转战政坛 梁吕珠婚后则是转战企业界 也是一位知名作家 而第二代主持人李秀元 谢家勋接棒之后 和制作团队 携手继续勇闯天涯 同样也深受观众喜爱 世界真奇妙为台湾的观众 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 无形间也拉近了台湾与世界的距离 欢迎您收看世界真奇妙 出国旅游 外国人有很多习惯 都是我们所不能够习惯的 比如说给小费的习惯 说到给小费 我们两个也可以算是半个专家 可以写一本书 对 世界真奇妙为台湾电视 未来的三十年 写下重要的一段里程碑 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开放一般民众出国观光 但只要每周二打开电视机 您就能跟着主持人的足迹 探访世界各地 各位观众 一路撒冷的一切都是有趣的 连他们车子也很新鲜的 在这车子后面我发现一个轮胎 各位观众 请你告诉我 这个轮胎是做什么用的 60分钟的节目 串着主持人清零实境的影片记录 搭配问答方式 让现场的来宾 当红演艺人员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进一步了解各地风土民情 大家的答案好像都 二位说是指甲剪 对啊 是个剪刀吗 对啊 那是小盒子呢 盒子是留那个指甲那个 你敢剪下来的东西啊 思雨他们这组答案是切割 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写这个答案 这个气色啊 那么大一个 用两年的时间 然后你要是卖的话 它不可能一家来买 或者大家分着买的时候 拿那个东西拉上去 就这样子切割 日本有个节目叫拿罗多 世界原来如此 那么这个是完全就是 除了我们出观光的纪录片之外 可是它还有Quiz 参与性的 很厉害很好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idea就 就学回来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拍这个节目 因为那时候台湾 第一次要开放观光 所以面对海关 要你出事证明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 没有人做这种事 你就要开始哭 哎呀 如何如何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希望海关 可以让你放心 所以每一次 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一群脸色苍白 衣衫蓝绿的人 站在印尼北部的悬崖峭壁上 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他们有着神秘的能力 可以庇护所有的子孙 这里就是托拉雅 只有人类学家 才会到的地方 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引发话题性 主持人上山下海 越蛮荒 越显为人知 制作单位就往哪里去 越落后 你那个景观越漂亮 然后呢 你越有办法拍到更好的 所以那时候 绝对不会走什么 澳洲 也不会走美国 也不会走一些 非常已开发的国家 各位观众 要爬上这屋顶 还真不容易呢 这是上埃及的典型防射 在屋顶上面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原土堆 就好像是没有蒸熟的馒头一样 民俗文化几千万年历史 在尽头前倒背如流 我们就常看很多的外国的资料 然后呢 可能现场就要用英文去问一些当地的地培 然后问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马上就把它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跨种族跨文化考验临场反映知识储备量 两位主持人一个是刚在海外念完硕士的柯志恩 梁吕竹则是台大外文系第一名毕业 经由制作单位海选真人 从四百多人中脱颖而出 我们是创下中华民国的电视史上 第一次用海选的方法 然后产生所谓的高程度的主持人 因为过去的就会像是一些 要去那个演艺训练班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以美艳取胜 等等之类的 是到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制作人江吉雄觉得要打开不同的风气 男人喜欢太太不知初 第二个 公公婆婆演你的好媳妇 第三个 青年学生们的好老师 以后他毕业了我要跟他学习 就这样一个条件之下 选择来审查一个女的主持人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梁吕竹 大家好 我是柯志恩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世界真奇妙》第一集的播出 《世界真奇妙》是我们制作单位 在国内计划了一年 也在国外拍摄了一年 才推出的节目 我们不敢说它最好 但是我们珍惜它 环游世界看似是玩遍了各个角落 但在美光灯背后都是干苦 制作单位四人一组 要赶进度还曾经在30天内坐了31趟飞机 我们有一个摄影助理 他说他每次都要戴本圣经 然后穿红色衣服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样子我掉下来 可能人家才会比较可以辨识 大家都有这种准备 可是因为那时候很年轻 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些都不是问题 所见所闻 无奇不有 除了远古的神话传说 他们也有幸见证新闻现场 从小我就喜欢在墙壁上涂鸦 只是到了国外也不例外 这面墙印着有我的大作 它也是著名的柏林围墙 我们就把它这边画上《世界真奇妙》 然后我们就拍一个历史的镜头 可是好像过了两年之后 柏林围墙就倒塌了 所以就会变成一块块的砖头 应该有人会拿到我们涂鸦的 那样的一个砖块 《世界真奇妙》播出的隔年 为台式拿下教育文化节目金钟奖 柯志恩和梁吕珠 也为台式拿下了 第一个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而他们的人生计划 则选择往下一站迈进 攻读硕博士学位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各位观众 不看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第二代主持人 有两位原始空姐的 谢家勋 李秀源接棒 亮丽外形口条流利 不过当年招考主持人时 李秀源并不是制作单位的首选 导演就说 好 谢谢你 你可以回家等消息 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 我说回家等消息 那不就是没有了吗 通常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情 于是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看我虽然长得不好看 可是我在航空公司 我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然后我有很好的人脉 我说你们要出国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搞定 然后我说我吃苦耐劳 各位观众 他们都是传统的印尼安妇女 每个人都很勤奋 手上心肠做着一些手工艺品 经过二次面试 李秀源才终于成为 世界真奇妙的节目主持人 不过这两位电视界菜鸟 要取得观众肯定 压力如排山倒海 四个电话线全部满 然后每一个电话线都说 你们那个大嘴巴的主持人 就是我 都不记得名字 大嘴巴的主持人是哪里来的 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吗 什么什么 然后说那个大鼻子的主持人 就说谢大勋是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接这种电话 然后工作人员也不太敢告诉我们 但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们真的很努力 珍惜每一趟飞行 不敢错过每一个珍贵的画面 把时间压缩到极致 在那个联系困难 资讯不发达的年代 制作单位挺过难关 走遍世界 青春岁月的点滴 都被记录在影片之中 我觉得世界真奇妙 开启了我人生的一扇大门 让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舍不得出这个门 环游世界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个梦想 可是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环游世界 从创新的角度 从那个角度 我们就走这条路 比较艰苦的路 结果没想到 这影响了学生们的下一代影响很大 这个就是我认为是做节目最大的收获 立下标杆成为第一 不看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陪着观众 圆了一场环游世界的梦想 走了一段无可取代的旅程 下集时间 五十五日线